在小時候,康麻成長在公共屋邨 經常見到一些媽媽、隔壁論社打小朋友 有時打得很厲害,又罰他們站在門口 有時會嚇他們,說你最頑皮 就找拐子佬帶走你 甚至乎那些人是傻的、瘋狂的 你太頑皮了,就罰你站在門口 我小時候就覺得那些拐子佬、瘋狂的 是不是真的那麼恐怖? 今天我身邊有位朋友,他又不是拐子佬 不過他被人說是有一些精神病 當然,精神病我們大家都知道 覺得那些燥狂、抑鬱等 不過這位朋友是先天性的 Michael 你好 剛才我說了,你有精神病是甚麼病? 簡單來說,同時會有幻聽幻覺 同時會有情緒上波動 亦有擔心恐懼的感覺 我這樣聽上去,每樣都有病症 其實有齊所有病症 有沒有學名呢? 這個學名是情感性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 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就是我們理解那種 開心和不開心 是呀 是呀 那精神分裂是甚麼呢? 精神分裂,我想我那種比較特別 一般人都會有一個概念 精神分裂就是瘋狂 精神分裂就是幻聽幻覺 這些幻聽幻覺我都會有 不過重點不在幻聽幻覺上 重點是在思維的流暢性 甚麼是思維流暢性呢? 是說我譬如有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我真的有實際損失的 例如我去提款機,按機 按機有很多個過程 因為細分的時候 按了密碼,準備拿錢 要拿的 但是突然之間就會斷鏈 突然間是會短暫性 那種叫做腦癱 腦癱瘓了,是不懂得動的 是沒有了意識,沒有了記憶 突然間是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我試過是因為這樣 是沒有拿到舊錢 所以拿了卡就走了 你講起這個遞言斷片 在康瑪身邊有些朋友說 他生老樓 有些是因為那顆樓 當然是良性,他仍然生存 壓住神經善禍 剛好就壓住一些視神經 變了他失明 或者是視力受損 那些朋友都是這樣的 他跟我說 康瑪,有時你跟我聊聊聊天 你不要介意 我突然間不知去了哪裏 我會用手機 對,手機 或者他明明跟你分享一些東西 明明跟你說冬,你飛去曬雨 但是他自己不太知道 你是不是類似這樣的 我經常都用電腦形容我的腦 我是一部經常性會輕機 經常性會突然間轉鏈的一部電腦 即是回復後就沒有東西了 回復後就沒有東西了 但是剛才都說你是先天性 以我真是理解 認識這個精神病 雖然可能不多 未聽過 是真的父母有症嗎 怎樣呢 其實我兩邊家族都有的 我父母固然有 我婆婆,我媽媽,我阿姨,我姑姐 全部都有 是有什麼病? 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情緒 或者精神的毛病 變成我來自愛登市家庭 真的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都不是我自己說的 其實是我姑姐說 我們是來自愛登市家庭 是他們都這樣形容自己 但是以前那些年代 他們怎麼知道呢? 不知的 所以到現在都仍是 有些都沒有接受治療的 哇,真的很幸運 現在醫療要進步了 那你成長的背景又如何呢? 你說你的先天性 那你從小到大不會馬上知道的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有這個病? 其實我兩三歲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感覺到我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變成了已經知道是有不同的 但是當然,這麼小的時候 你不會懂得說 不懂得告訴別人 是叫做有什麼不同的 就是學名還沒聽過 怎麼把這個名叫出來呢? 是吧? 但是已經知道有這件事了 那時候的感覺如何呢? 那時候呢? 很特別的 我其實感覺到自己好像是 我又不可以說叫靈魂出竅 但是呢 我會覺得我好像在一個外太空那樣的 是 無寵狀態啊 只是思想啊 只是 你是因為看了家通片 所以你跟著卡通片的流程去了還是怎樣呢?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的感覺 整個人呢 好像是去了在一個太空洞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意識 也沒有重力 那時候不懂這些東西 很小的我兩三歲 不懂那麼多科學知識 但是總而言之就覺得自己是 好像是 無論是 就是那個感覺方面 是跟有不同的 哦 那 開不開心的? 嗯 你說這件事會不會令我開心呢?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嗯 我也都不會說 因為 這件事不同而覺得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只會覺得這個是 一個好我個人的一些的感覺 嗯 那你成長 讀書是主流學校的啦 當然啦 那成績是怎樣的? 成績是怎樣的? 差勁到怎樣呢? 嗯 面臨這個樓班邊緣 哦 是因為你不喜歡讀書 還是因為你的病? 我集中不了精神 而且是很累的 我八歲之後已經是突然之間 我不知原因的 我本來是很精神 甚至睡不著的 八歲之後我突然之間 我累到 我想我一天十多個小時在床上 我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蛤? 你記住那一天是十多歲的小朋友 對呀 那個年紀是這樣的 在床上十多個小時 不覺得不舒服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喂 但是你 你自己也知道的 那家人也知道的嗎? 是嗎? 知道但是不相信 哦 沒有理會嗎? 譬如 叫你去找你同學玩 或者叫你出去外出 沒有的嗎? 沒有的 哦 但是你不覺得和其他同學不同嗎? 知道 一向都知道 但是都是這樣 但是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嗯 還有就是 雖然之間是有不同 甚至乎我可以很激動到人心的一個分享 就是說 我的生日願望是想看醫生 是處理你這個問題 是 我很小時候已經有這樣的生日願望 你還記得多少歲? 嗯 我想我應該 小學至中學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連年都是嗎? 連年的生日願都是想看醫生 因為家人不信 不肯帶我看醫生 我是要籌錢找人看醫生 那 其實我是連一個正常人 一個基本應該有的醫療權利都沒有的 23歲 23歲才第一次看? 是啊 哇 真是 我都沒想到 一個朋友 生日的願望 那 你的願望已經超過十年了 超過的 嗯 那去到多少歲 真的是 第一次再去看醫生呢? 都二十多歲了 那你就是中學 都沒有處理過 沒有機會處理 那中學是全日制的 那是不能讓你這樣賴床十幾個小時 那你怎麼過呢? 我在學校也睡 啊? 上課堂也睡嗎? 那 累就要睡的了 你不能選擇 不是啊 那老師不罰你留課 或者留級嗎? 所以說我就是留級邊緣 哦 那你同學如何? 那時候怎麼看你呢? 嗯 覺得懶啊 覺得 為何經常這麼累啊 你是不是 即是 是不是做賊來的? 那時候你身形是怎樣的? 很瘦的 瘦啊? 如果我那時候 和你做同學 那你瘦漫漫又不像那些肥仔 即是吃飽又或者喜歡睡覺 我不是那個人來的 對呀 很瘦的 哦 那你同學喜歡和你玩嗎? 嗯 去到中四之後就好一點 之前都是好走 那怎麼辦? 嗯 其實是 我試過因為 我自己一些 可能 心理上 心理上 可能和別人有不同的地方 嗯 也沒有人教我怎樣去調適 或者教我怎樣去和別人相處 那所以 人制技巧很差 差到 是 全班都杯葛我 差到 我試過是被人掌握的 是因什麼事? 那次就是霸智弊 那次呢 就是 我又 我又知道那次那麼威死英勇 我不知道是否英勇 還是愚蠢 那就是 整班和我出貓 那我報算 哦 你捕他們出來嗎? 捕了他們出來 那不是的 那你也說你自己的成績不好 那你沒有理由沒有份 我自己沒有 我不做這些事情 你不做? 我不做這些事情 那怎麼辦? 那老師知道了 罰了他們嗎? 然後就改詩題 不用罰 改詩題 然後我就被人圍咒 哎呀 你當時是讀男校還是男女校? 男女校 我給女士掌掌 對呀 我就是想問你 我給女士掌掌 那你當時的感受 我怕得不懂得說話 除了害怕 除了害怕 你會不會覺得 我這麼大個兒子 哪個女人 不過可能當時 沒有想到那麼遠 也沒有那麼遠 害怕得不懂得反應 沒有再想其他事情 那他打完你 還有沒有什麼 譬如 跟進呢? 當然有恐嚇 你現在學校也挺反抖的 聽下去 是現在才重量 之前也很極限的 哈哈哈哈 喂 那一次經歷 那你之後 是否真的 這麼勇敢 這麼正義 其實 那個正義 我想是要生虛來的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也解釋不到 但是總之就是這樣 那我曾經很慨嘆 這個世界為什麼人情冷暖 是呀 為什麼會這麼冷漠 大家不互不關心 不互相幫助 都很慨嘆這件事 說回來 你在學校讀書 被人掛了那一巴掌 之後 你有沒有回家跟爸爸說 害怕得不知怎麼說 有沒有說 沒有說 嘗試 見到 例如 吃飯時間 大家同台吃飯 我經常說到口上 爸爸 我今天 其實我 當時我是很小膽的 我是很不敢表達的 還有另一方面 我爸爸的精神狀態 都不是太理想 我試過他 他喜歡武術劍 那些工藝 都開了封 我小時候不懂性 有一次我叫他 他在我後面拍他 他一把刀斬到頸裡 斬中嗎 不過還沒有流血 就是 那些工藝是到的了 嘩 很瘋利 你說他開了封 那些工藝 應該一拆一拆 就經意 那些工藝 爆開了 那些工藝 是啊 他是就住的 但是 但是 角度 方向 就是那個位 到的了 那些工藝 他那時候情緒比較激動 那他又說 快點追過來斬你 那他 他本身有阿士保家症 其實他不喜歡社交 所以其實 我很難跟家人說 那老師呢 老師呢 我們讀完畢業了 那時候就要探望先生 那我們會問那些先生 那些學校的事情 那 有先生說 其實也聽過的 不過不相信 是不相信你被人打 還是不相信那個女生會打你呢 他們是不相信我有病 哦 因為他們覺得 有病的人是藥能 哦 即是他用了那種的角度去想 而其實這個角度 不是他們想這樣想的 是 是 本身政府的政策也是這樣 那變成是令到 其他人跟著去做 那你可以這樣說 Michael 那你今年多少歲 大約 大約多少歲 三十多 那你那個年代 可能就 當他們七八十年代 那些人保守 不是 七八十年代 我七字被出生 哦 八九十年代 那些人保守而已 現在進步了 嗯 中國人都上太空了 我記得我當中學是九十年代初 那如果現在面對你這個問題 還有沒有人這樣想的呢 那我不會知道的 那醫療界 醫療界他怎麼看你呢 醫療界其實是 會覺得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是 那因為基本上我都很厲害 我看醫生 我跟醫生說 我很清楚交代我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我告訴醫生 我要吃哪一隻 要吃多少MG 我告訴他 醫生照抄的 你這樣教他 那醫生是專科的 那我覺得對 那他又不會覺得有問題嗎 那我覺得對就沒有問題 喂 那不是的 那他有專業認可的 那不代表他有專業認可 所以別人不是專業認可 就說的一定是不對的 沒有這個意願的對立 但是 在醫療方面 你又說你去儲錢看醫生 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第一次看過醫生 那醫生跟你說什麼呢 醫生說我的情況很難斷定 是專科 是嗎 他也說他不能斷 那怎麼辦 就走了去算嗎 繼續觀察 繼續看一看 希望看到位置 那你哪裏有 你都說要借錢 那怎麼辦 放在一邊 不是的 我都看了幾個月 每次都一千元 那你怎知道 那時候你終於有得看 你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是 我完結了我一個 這麼多年的生日願望 嘩 我都真的幾難匪夷所思 那生日願望是這樣的 所以我和其他 不肯吃藥的病人很不同 我覺得有藥食是一個因殿 因為我連吃藥的機會都沒有 嘩 真的 你的童年成長 都幾令我難以自信 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會經歷過一個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到的童年 嘩 那現在 說回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畢業就中學畢業 然後就出來工作 沒那麼快 中學畢業之後 也有讀文憑 雙科 嘩 喂 香港 對 雙科 我的人不適合雙科 那你就去讀 那麼有趣 但是 你也要找一件事去讀 哈哈 我欣賞你這種態度 那 怎樣 合不合格 我的帳戶是壞了 哎呀 雙科的帳戶不行 搞不定 因為 我的病 我是分不到左右的 有四次大 你是說物件的左右 只是你理解上面的左右 還是什麼 理解上左右和方向感 我是很差的 我不會分的 好的 是的 所以 譬如 我們當時的帳戶 最基本的平衡帳 我是 我的數字 對 但是左右擺錯了 所以拿不到分 唉 是的 你也不要說我不會認識 你也不要說我沒有勤力 但我是拿不到分 口試就可以了 那時候沒有這件事 喂 那就說了 雙科不行 怎麼辦 怎麼說 其實也做了一些工作 怎麼說 其實都是一些不合格的工作 例如有做過這個Logistics 是大制式的 真的超不合格 為什麼不合格 因為那個Logistics 它的資料是變得很快 是 快到可能這秒鐘是這樣的 下一秒鐘已經不是這樣 就是那個做法已經不同了 但是你要這樣記住嗎 是的 但是當時我的思想比較僵化 我記得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即是step by step 是的 我記得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你突然間變一變 沒有人通知我 然後又不同了 然後又切錯了些單 我經常都做錯事 那你的老闆 怎麼對你呢 我上司沒有直接跟我對話過 只是我的supervisor 而得我就快點拜拜了 真的這樣嗎 我做不夠三個月走了 喂 你很有趣的 你的成長背景 你面對這麼多 經常都是一些失敗的感覺 即是我覺得 可能未去到很大件事 真的不知道怎樣 但是其實我當時也有信仰 我唯有等 唯有希望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 我只是等待 喂 但是我又這樣想了 你又開始認識你自己 又看過醫生 又知道你那種疾病 情感上 精神分裂 應該你會想到一些 應該你會想到一些 應該適合做這類型的事 那時候有沒有想到 我應該說我不夠條件 你那時候想做甚麼 或者做甚麼適合你做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有個想法 想做一些導師 或者想做一些幫人的工作 但是那時候我未夠資歷 所以都未可以做 喂喂喂 即是服務對人 很棒 但是這樣 香港就很講資格 即是看你的背後 有一張衣服 當然 那你那時候做對別人 那你讀導師 那你怎樣 那時候想 但其實沒有那個資歷 做不到 那有沒有想去讀 那時候都 開始有找不同的課程 但是譬如之前 我記得是沙士那年 我有讀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 我記得是沙士那年讀 所以搞到我們沒法失習 說多一點 社會服務包含甚麼 社會服務其實是 搞活動 我們要寫一些計畫書 我們要做義工服務 帶義工服務 還有一些社會服務 一些基本的理論 價值觀 我們要學 政策倡議的那些 不用嗎 不用 那你那時候沒有實作 那怎樣 都畢業嗎 還是怎樣 都照計 那你怎知道沙士 搞到甚麼時候 都要被人畢業 但我們那一屆是沒有的 其實外面大學 都未必會安排 那一屆是特別的 那一屆是特別的 那時候讀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這屆是否真的適合你 我覺得是好做我想學的東西 但是我看到現實的環境 或者身邊的人 說的是去做這些服務的人 其實跟我的預期有些落差 例如怎樣落差法呢 不是每個人都有使命感的 不是的 怎麽不是的 他打算讀了這些東西 出來不是做這行 一定是做這行 只是打工而已 哦 那心態而已 是啊 喂 但是你剛才說 你不能實習 即是理論 全部是理論的東西 當你實戰 你第一次實戰是做甚麼 我記得我第一次實戰 其實我曾經在一間智障宿舍做PA 那些活動助理 哦 即是那些活動助理 其實就甚麼都要做 即是連照顧完的事情也要做 接著社工一些 搞活動的事情我也要幫忙 那清潔的也是我做的 嘩 我都說我很划算 喂 但是你想 你做的事情全部要對別人 是啊 你怕不怕 我那時開始比較穩定 就沒有那麼怕人 但以前我很怕人 真的 始終跟同事 有些事情是要 譬如 對話 交代 是啊 你剛才所說 譬如跟上司去搞活動 那你一定要匯報 怎樣各樣 是否能夠溝通 其實他們都很放心我 因為我都交代得很清楚 還有他們都信得過我 還有當時我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這件事我也是很值得說的就是 我運用了一些所謂Game theory的理論 去跟同事相處 是甚麼來的 Game theory 即是博弈論 博弈論就是 如何有使對方跟你合作 哦 是的 試舉個例子 如果你當我的場景 我是你的同事 你怎樣博弈我呢 很簡單 我只會呢 就是看回 你有沒有一些 工作上有些甚麼需要去幫忙 工作上有些甚麼需要支援 可能這個支援都不一定是工作上的 可能個人上需要支援 我都可以提供支援的 那 做了這件事之後 便會出現交換工作的情況 聽起來很全面 但如果這樣 我個人呢 就比較想你幫我做多些 嘿嘿 你們剛才說 有甚麼幫忙 我追求我應該要做的事 都給你做 嗯 交換 那你怎樣呢 你怎樣回應我呢 其實這個交換是有個行動 因為呢 我們分工是很仔細的 是 其實分成大家是要做些甚麼的 哦 還有大家都有清楚 那件事是誰負責的 那你要負責那件事 我不管你誰做 最後都是你負責的 那你不能不做 喂 那在這裏機構做了多久了 做了一年 因為我太過搬搬抬抬抬 做清潔 我弄得筋膜炎 所以我頂不住 但是那些會員是很喜歡我 那你怎樣喜歡呢 嗯 其實呢 部份的智障人士 當他跟你很熟的時候 他會用頭和你打招呼 怎樣 把頭和你打招呼 把頭和你打招呼 我想說一下 在這裏沒有工作 跟著去做甚麼 跟著也有做過 政府外判的工作 外判 又是做對人 也是要對人的 是做些甚麼 那時候因為沙士 那時候 沙士之後 他還有一段時間 又在流行 變成了 我也有去參與 一些公共 政府公共場所的 一些防疫工作 嘩 喂 這些都 挺大挑戰 在你來講 我又覺得難度 就不算太大 但是就 悶一點 因為 很難跟同事溝通 為甚麼 你剛才都說 你有甚麼博弈論 有底的 但是我們做的工作是不同的 因為部門不同的 其實我一個位 只有我一個人做的 為甚麼你經常做的事 都是這麼奇特的呢 其實我嚴格來說 我是沒有同事的 只不過office 是我們坐在一起 為意在一起 共用 但其實我們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可以完全不用交流的 是不用的 沒有關係的 唉呀 真的頭髮痛 喂 Michael 我真的跟你聊得很開心 但是時間 有限 我相信 就要來多一集 來多一集 想跟大家分享甚麼呢 Michael 你又說了沒有 有病 真的叫病 對吧 香港現在 究竟怎樣去幫你呢 靠藥物 靠任何的 身心靈的活動 幫你 還是怎樣呢 我已經說了 又或者 將來 你又怎樣看 還有我知道你 喂 不單止 做一些導師 你還教一下 灑太極 究竟 一位朋友 有精神分裂 有 情感上的問題 如果遇到一些學生 反抖 是吧 不聽他說 摘的話摘得不穩 喂 你會不會生氣地打他呢 哈哈 我們留下一集 我們再和大家分享 Michael 好嗎 多謝你